三月是植树月 很多单位在这个季节会发送苗木 鼓励大家踊跃植树绿化家园 而带回去的苗木要如何照顾呢 这一日新闻就来看看专业人士教您如何修枝 刻土施肥 让大家的苗木可以长得快又好 台东植树月活动森林公园登场 除了发送苗木给民众之外 一站一旁的植户树区 种植越150棵的树苗 专家也说明示范民众领取苗木之后 改要如何种植才会种的成功 像是修枝 刻土 施肥等植栽技术 让民众了解如何正确种植苗木 第一个我们就是这个胶盆要把它打开 然后让土球完全露出 那尽量保持土球的完整 在副土的时候副土的高度尽量是 跟这个差不多平行的一个状态 贴起就可以了 土壤踩实 把周边的土壤踩密之后呢 让我们的土球跟周边的植穴是紧密的贴合 那可以有助于它的根系向外拓展 不会产生这个空气切根的一个效果 那对我们植树的一个健康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在修枝的时候像这种小的枝条 我们就是贴紧着它的那个树干去做修枝就可以了 而除了种植技巧还有气候温度层面需要考虑 目前种植的时间大部分都还是在清明节前后 就是因为这时候其实是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个雨季 那修枝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在秋冬季节的时候 就是树木已经停止生长 那树一停止流动的时候我们来做修枝 那它的伤口会比较不容易受到病虫 病菌的一个侵扰这样子 那对树木的生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透过专家解析让大众了解种植苗木的正确步骤 提高种植苗木的成功率 接盘这里台东市报导